突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12月27日深夜 在今日傍晚 中国国家移民局正式发布通知提到 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适应疫情防控新阶段新形式新要求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障促进中外人员交流交往 国家移民管理局自2023年1月8日起优化移民管理政策措施 建公告如下 以有序非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 因出国旅游房友申请普通护照 非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不敢签注 二 非复受理审批外国人申请普通签证延期 办法补发 停留证件签发 办法补发 停留证件签发 延期办法补发 申请人确有紧急需求的何序 加急程序办理 三 非复口案签证签发 非复执行24期 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一 法签发 临时入境许可 四 非复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 非复签发 严禁地区出入境通行证 五 五步 非复陆路口案通道 客饮通关 游戏非复陆路口案 编民通道旅客 编民出入境 编民通道按照有关规定 非复开通 依法实施出入境 编防检查 六 非复比邻港澳口案 编检快捷通道 取消不登录 不登轮搭靠管理措施 八 继续运行空港 口岸重点 卧影航班 利舍通道 出入口案和边境检查 像重点物资车辆 快速通道 随应口案 编检 登轮码 防上自主办理等便利措施 针对以上 当地分析人士提到 以上措施是针对26日发布的放宽防控措施 和出入境管控的细化措施 不过现在中国正处于新冠感染高峰期 有可能因为大规模的感染导致病毒产生变异 过去新变异病毒的致死力将延超目前病毒的数倍 时下开放毕竟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恐慌 进而针对从中国出境的人士施加更多的限制 目前已知实施新限制的由印度 意大利 日本将在本周五开始实施新的限制 另外 从这些措施的迅速颁布 足以证明中国将继续新的措施 对立部人眼的流通加速 以达到对国内经济的刺激 不过现在相关的配套措施还准备不足 刺激措施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因接下来可能会在新冠的反抗方面 引进西方的经验 以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减少对开放的影响 另外向中国的相关机构下命令 以要求尽可能加速准备开放的措施 毕竟经济已经到了低谷 再采取措施 将来国家可能会有变